DNC2022,ICTP1A,MC第33题 这题今年只有53%考生答案 但这条题目问的关于Modulization 或者Modular Programming 都问了很多年了 其实是一个typical的题目 所谓Modulization或者Module 就是将Programming斩细 变成几个Module 因为一次过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 其实不是很efficient 但是将复杂问题切碎 但是它变成一些没有那么复杂的问题 每个问题是容易解决一点的 通常的做法是将问题切碎到一个地步是manageable 接着每个问题都解决之后 再合併去解决原本的问题 这个过程也有个名字 就是我们叫做top-down-approach 由上而下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昨天就问了下面1,2,3哪些是好处来的呢 看看第一个 就是user menu简单点 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合理 因为整件事的精神所在和menu是不是简单点 都没有太大关系 2,trace program easier 就是容易追踪的program的错 特别debug成 就是找错是容易的 这个合理 因为每一个subproblem都简单点 如果这里有错 我只会找 within this problem的code就搞定了 如果一次过写一个很长的program 有时候一个地方有错 你可能要找出所有code来看 将它变成一个module 将它砍碎了很多小问题去解决 好处就是将error或bug localize 即是规范了它的范围 好,3,facility teamwork 这个很明显是因为每个module可以分给不同programmer coder去做 例如大program 打算用20日去做 如果斩开做module1,2,3 分给programmerabc去做 每天可能用10日去做 但这10日是parallel的做 不是用30日 是用10日去做 因为有三个人分工合作去做 写完之后 将module合併 可能用10日时间做合併 testing 所以整件事只需要20日 如果一个人做完 就当一个大program去做 极可能需要10加10加10加10 即是30多40日去做 所以modulization 是方便了大家分工合作 方便了teamwork 所以答案就是2&3 only 答案很明显的适合多 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